如果陸配要放寬 那么跟外配的相关条件 是不是也要拉齐一致 才是平等呢 人力极度不足的情况 光是应付现有台湾需要就医的人 就已经非常吃力 那这个时候又看到 就是说希望增加或者是说缩短 让更多人可以到台湾来 很多人当然就会有担忧 我们应该是要去思考 在医疗资源上面 我们能够提供医疗体系 更多的预算也好 协助也好 而不是反过来去排斥 已经是台湾人的这些陆籍配偶说 所以你要更久以后 才能当中华民国的国民 好 中配拿身份证 到底该不该从六年 缩为四年 这里头呢很多人说 有对中配不公平的 也有中配特权的 不公平的 那么认为不公平的说法是 如果我们一视同仁的话 那为什么中配要六年 其他国家的都不用呢 为什么其他国家四年就可以呢 这是他们认为的奇事 但是特权的人的说法是 那为什么中配取得了身份证之后 他的直系亲属的老人跟小孩 就可以透过医亲用台湾的健保呢 那么有没有可能拖垮台湾的医疗体系 林医师 我想台湾的医疗体系 我最近看了今天的新闻 2024医护照护指数 台湾排名第一 为什么台湾排名第一 你看看台湾用八千亿的预算 一年就可以让全民住院的住院看病的 喊病的重大伤病的都可以 甚至都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医治 我去过中国的云南 他那个导游 他最羡慕台湾的什么 健保卡 不是羡慕台湾的什么东西 他就羡慕台湾的健保卡 因为他们看病要花很多钱 甚至要还自己去买 那台湾你看我们看有没有受到限制 你今天走三步两步就到你的诊所去 你有没有限制说 你一天不能看几次 没有 你一定要看五次十次 也都没有限制 你要直接跑到医院去住院 也都没有问题 所以台湾的健保是用什么 所谓的八千亿叫做总额预算 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总额预算 总额预算就是说 国家最多只出八千亿 你如果看了一万亿的钱 你要要求一万亿的申报 我也是给你八千亿 这叫做总额预算 所以这个总额预算 你有的时候很多医院 是看越多亏越多 总额预算把这个医疗系统卡死了 好 那现在问题是 林医师你的经验 有没有中配他因为拿到了身份证 然后我们有个特殊规定 就是只有中配 其他国籍都没有 就是中配的直系亲属的老人 跟小孩七十几岁 或十二岁以下的 他们就可以透过医亲来台湾 用台湾的健保 那在实务上真的很多人 就是中配带着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或者小小孩 真的就这样来用台湾的医疗资源吗 真的有很多人是为了这样来台湾吗 我想台湾的健保 为了用台湾的健保 没有错 因为他们在中国抗病很贵 他如果今天他医亲 当然医亲也要六个月 他也要六个月以后才可以加入健保 没有错 可是如果他一旦加入健保 他就可以使用台湾的健保 就不受限了 台湾的健保 那中配本身可以用之外 他现在是 一旦他取的身份证 是连他的直系亲属都可以用 对没有错 那人也别的国籍不可以 我们为什么给他这个特权 所以他有医亲的部分 医亲的部分 一定会加入台湾的健保 那这一块是我们所诟病的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缩短为四年 那这个医疗资源更庞大了 不是吗 没错啊 因为从六年到四年 你就直接增加了三分之一 所以三分之一的时间 等于是三分之一的人数 会一定会用到 不然你就取消 你既然说大家一视同仁 那你就时间也是同仁 资源也是同仁 重点是他台湾跟其他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跟其他国家关系不一样 我们只要取得户籍 就可以所谓的取得身份证 取得身份证之后 他就可以医亲的部分规定 在健保局的规定 也是医亲 你只要住满六个月 你就可以所谓的纳入健保 问题在这里 所以未来即使要缩短 我们的健保的部分 所谓的医亲的规定 也应该来做更稿 追本溯源 我们还是要去检讨 所谓的国籍法 为什么其他国家 必须放弃他国籍 而所谓的入配 他不用放弃 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 所以如果要公平 就通通公平 要一视同仁 就通通一视同仁 为什么我们看入配的身份证 的取得时间 说我们对他歧视 但是我们给他特权的部分 国民党也要好好讲一讲 对啊 当然同意 所以如果你说 入配比照外配 一样都身份证 取得四年 那其他的优惠 对 其他的特权 健保的部分 刚刚林医师有讲 就是说到底说 他健保的部分 医亲的部分多少 这可以算出来 这个其实第一个 如果你开放在人权相关 不用歧视的话 健保他们享有 跟其他的外配 享有其他的优惠也不是 就说跟台湾同样的 这算多少 不是那其他的外配 他们可以透过这样的 移亲方式用台湾健保吗 没有嘛 所以这部份你看 可以做相关的程度的限制 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 第一个 六年改四年 这是移民政策 第二个健保 到底大家讨论 健保的公平性原则性 这个是可以做修正的 第三个 因为我们健保快要破产了 我今天还有 除了林医师说 还有一个洪子人 他有提到 他以陆生的方式来讨论 譬如说陆生 陆生年少年 很多在台湾的陆生的部分 他用健保 其实没有那么多 大部分老讲陆沛大家比较控制 中培是因为一亲 他有很多老人 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 第三个民众提一个观点 说这里 你要叫他们先放弃 中国的国籍 老讲现在两岸特殊的关系 是用两岸条例 来作为规范两岸交流 他们是怎么放弃国籍 你把他们加一下 来来医生 他说我们用的是两岸特殊的 没错 所以说这整个的结构 为什么我们规定陆沛 外配跟外配是不一样的条件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奇怪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跟中国之间是国家的关系 又不是国家的关系 所以限制上面会多了两年的 所谓的检验他的忠诚度 我们要讲 虽然我们跟他是国与国的关系 但是在宪法上又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所以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奇怪的法令 但是对台湾最大的敌意是谁 就是中国大陆不是吗 就是中国啊 所以他除了所谓的移民的问题之外 他还有国安的问题嘛 香港就是一个大例子嘛 香港从所谓的他们纳规之后 他们有算过啊 每天可以给所谓的人口数是将近有 洗人口将近未来整个的新香港人 洗人口那有国安疑虑了 就未来五十年不变 结果五十年会怎么变 新香港人也就是说 从大陆移民到香港人数 将会超过所谓的香港人嘛 这个叫做中国的洗人口政策 因为他不断的把所谓的中国的移民 移到香港去定居 而定居之后变成香港人 未来就会影响所有香港的自治嘛 所以为什么香港五十年不变 结果过前几年就已经变了 所以我们刚刚谈的是公平性的问题 我们谈的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但是医生提出了另外一个层次 洗人口那就是证据因素 不过黎医师刚还没有讲完 就是针对我们健保资源 如果让他们医生也可以来 刚刚其实明显也谈到 用的都是老人比较多 那老人就是医疗资源最大的受益者 或者是消耗者 对 老年人本来就用健保资源很多 你看他看病次数很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医生要提出 这个所谓的那个大家 医生还连署对不对 连署 反对这个政策 这个连署 今天假设你认为他们的投保的钱 没有问题 他可以 就是说他投保的钱 可能远大于他用的钱 那可以用私人健保去给他保 看他愿不愿意 对不对 你今天假设说陆生好了 陆配 或他亲戚也好 你认为他 他投保的钱已经可以 比他使用的钱还多 那你用找个私人保养工具 帮他保就好 你干嘛要拿入健保 健保其实是 让医护人员的心血 在那边淌血的 我们现在要一毛 要一块钱给七毛八毛 你知道吗 总和预算之下 我刚刚提到全台湾一年八千亿 可是我们常常做一万多亿的一个钱出来 那他怎么 我最多的只给你八千亿 所以你本来要一块钱 我给你八毛 甚至给你七毛 上一季 那个112年12月份的台北区只有七毛钱 你要一块钱 我给你七毛钱 你说台湾的健保 林医师他还分区 台北拿了钱 台湾有分六区 哪个六区又有各自的总额在 所以台北区只有七毛钱 台北拿的钱可能跟高雄不一样 不一样 台中不一样 会差一点点 台北区是最低的 所以你看看 现在要一块钱 台北医薪最难抗 台北的成本最高 但是获得利益最少 医学中心多 对 因为医学中心太多了 又很竞争 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在调账 那个瓜奥会就是这样来的 他没有办法 健保就是八千亿 就是只有八千亿 那怎么办 自救 自救怎么办 我就提高瓜奥会 所以最近为什么有几百家的 那个医疗院所在提高瓜奥会 就是因为这样来的 因为你健保给人家的钱 我要一块钱 你给我七毛钱 那我根本就没有获利 甚至我可能是亏本 那怎么办 那我只好自救 我就提高瓜奥会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今天在总额预算之下 你不可以什么东西都把它纳进来 说我反正就是总额 增加的东西你自己去付 不能这样子讲 好所以 到底中配要不要缩短 身份证取得的时间 本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议题 就反弹最大的反而是一届 一届马上发起联署喔 而且迅速的就数万人联署喔 因为他们说这样的话 真的会拖垮我们的医疗品质 可是我是觉得说 现在到底会不会拖垮医疗品质 要拿数字出来说话 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陆配你要取得身份之后 父母如果想定居台湾之后 他有一个限制的条款 就是说70岁以上 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年 他一年进来的 申请的名额只有60个 那你60个真的 是不是真的对我们医疗资源 造成很大的浪费 或者很大的耗损 这个应该用数字比例来看 因为现在一年如果60个 你不能再开放更多了 你如果照目前这样排的话 你如果要入籍的话 进来的话 可以取得健保 加入健保的话 要排上15到20年 所以这个是不是真的怎么样 会不会冲击到我们的健保 也就是说 以他目前开放的原额名额 影响你认为程度并没有 没有大到说 你会把健保拖垮 可是我是觉得说 今天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今天就推居留半年 你就可以加入健保 这个可能要有点改变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 而且说实在这些父母来的话 他有没有居住40 你半年来 申请一清 一清的时间 他可以加入健保 他就开始给你排全身上下健檢 那个公平性就不够 不对嘛 那个老百姓当然会火大 可是你一方面又说 也许影响不那么大 另外一方面就说 因为这个站在你相对剥夺感 你今天进来之后 你没有居住40 你今天来一清 一千只做全身健檢 做完就走了 所以这个跟我们里面理解 你不是要真正 真正的来当作台湾人 所以王定宇为什么讲说 现在就是说 我们所有人 就是看开始 你今天陆配也好 你今天来 虽然可以比照外配四年 所以说短四年拿着身份证 那你的配套要打出来 配套就是说 你要放弃你的国籍 你嘛